这一连串下来 是不是你有感觉到 隐隐约约要制造一个 什么样的氛围啊 那个氛围就是因为现在 国民党都没有人帮他讲话 像钟小平这种 他有这个清楚的逻辑 通脑清楚正义是非 他这个非常区隔明白的人 都想要跟他接歌 更别讲现在国民党中央 这个现在没有任何人 出来帮他忙啊 那吴敦燕主席忙着去空屋游行啊 然后这个新北市党部 忙着跟这个教会 组织教会党部合作去 把黄国昌给罢免掉啊 那没有人关心马英九这个议题 所以马英九只好自己一个人 唱这个独角戏 那唱独角戏的马英九 就失去了总统的光环 失去了前法务部长的尊严 也亵渎了哈佛大学 法学博士这个地位啊 刚才这个手板做得真的非常好啊 他简直就像是一个 没有念过书的这个 一个普通人一样 他讲那个什么话呀 媒体专访讲说 这个如果再不讲话 万一起诉到法院会变白口默辩 你曾经服务的中华民国的 司法体制是这样子啊 你当总统你任命的 这个司法院的院长副院长 你们任命的这些法官检察官们 起诉的这个案子到了法院 就全部都白口默辩吗 那你的案子不是在这个 请诉之后到了地方法院 那个叫唐月的女性的检察官 还以你作为这个宪法的这个 解释里面的这个愿记的调节 把你判无罪了耶 你有白口默辩吗 这个完全是是非逻辑混淆 在打一个黑白颠覆战 那你打黑白颠覆战 这个用普通的膝盖想 就是你理亏啊 你心虚啊 那还跑到这个台南去说 台南地检署的检察官 比较有水准 你忘了你自己做过 法务部的部长啊 那你这个法务部长 所带领的一个地检署 会有不同的水准吗 当一个前任的总统 一个民主的国家 他卸任之后 去指指点点一个检察机构 这个在美国我告诉你 他会被那个所有的司法学者 法律学者的口水 都给他吞掉了 都给他枪毙掉了 我讲的枪毙是他实质人格 跟形象上面的自我阉割耶 马英九这个我不知道他是施心风 还是现在身边人都跑光了 没有人帮他忙 所以他像是一个 没有穿衣服的人在台风当中 为自己做防御 或者是穿了很多衣服的人 正在跳脱衣服 跳到最后 这个秀出了 尾中常常说的是下限 他这个秀下限的程度 超乎我们的想象 秀下限的速度 这么的这个超乎寻常 难道不是就是被抓到了吗 我们在网路上面就喜欢写 哦 被抓到了 你因为被抓到了 所以你现在就慌了手脚 要为自己做辩白嘛 那你从来没有听到他讲这个汪海清这个人哦 也没有人也没有听到他讲张哲称哦 他对这两个人不敢有任何的这个 不好的话恶言恶语对不对 那他讲的是检察官 他更没水准的是他叫检察官把录音带给播放出来 请问你侦查中的案件 检察官可以播放录音带吗 那是你领导之下的检察官 所以才会有特征组的六个人 大家一起开记者会说 陈水扁的案子办不到就要辞职 或者是才有你领导之下的特征组 去给人家做伪证 这个找人家回来 找孤真良回来做伪证 或者是去换这个法官吗 这马英九的这个三中案 把他这个医生当中的伪装跟医生的面具 全部都扯光了耶 你的清廉形象在这件事情里面 不是蔡振元说了吗 前几天他不是讲了吗 张泽森跟他说他们有缺钱啊 对不对 为了选举不是有缺钱吗 缺多少钱啊 那个时候说是缺12亿啦 对不对 那缺12亿要干嘛 那赶快变卖党产来收钱啊 不只缺钱 还需要有掌控媒体啊 这个媒体这件事情 到马英九从头到尾 你没有说清楚的是 你这几天在那边喊冤 找了很多的政治性的工房 那个工房好像将来 他进法院那是一个 那个什么全民审判的 是我们这个 所大家想要的那种陪审制耶 他好像在陪审制作预防准备的样子 讲给所有的这个民众听 我都清白 然后这检察官欺负我 法官也欺负我 所有人都欺负你 那你怎么不说清楚 到底余剑兴是谁找的咧 如果你有证据你就摊出来嘛 余剑兴是汪海清跟张泽森 按照你的命令之下 公开招标的可以吗 没有啊 余剑兴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那他现在一定不敢去找余剑兴啊 因为可能会被这个 呃这个大家来监听啊 余剑兴大家也不敢跟他讲话 余剑兴跟检方讲了什么咧 对不对 那这个事情从头到尾 马英九你主导这个很清楚 因为呢从两段录音可以看起来 第二要让利的时候呢 你一开始他自己说 一开始他不肯让嘛 后来就发现不对劲了 有李永然的这个律师的这个见解出现了 是政治性的什么 不是司法性的等等 不是商业 对不对就就让利了 那结果论就是你让了利嘛 那今天的自由时报写到说 中广公司是不是党产也被这个 贱卖的情况之下 这个有一段是说赵大康说 中市才卖8.9亿 那中广公司才卖10亿 这个也不算便宜 讲的真的是比较的一个道理啊 就是朱队友讲的话啦 这个这笔中市呢 当时值多少钱 后来的台市卖的价格 跟蔡振元 据说他跟罗淑蕾委员 罗淑蕾委员今天在一个节目里面呢 就是公开说的 引述蔡振元的话说 蔡振元当时知道 那个时候的中市 第二大股东想要买中市 他出的价格是12亿 就是蔡振元他们用股价评估出来 是12亿 那既然当时有第二股东 那有12亿 那你为什么要卖给余奸馨呢 余奸馨还心不甘情不愿 而且还用三中去包 包得人家不要扔出去了 这个案子的前提 从政治性的前提来看 你在那边喊冤喊了半天之后 发觉你是一个不称职的主席 是一个无能的主席嘛 你连一个三中买卖搞到最后 每一个人都涉入司法案件 然后还不能自拔 搞得一个王海清还得录音 这个录音我不知道 是不是他个人的习惯 或者是一种自保 不管怎样 现在这个案子是出现了 非常多非常多的问号嘛 你没有办法回答问号 结果你把它打成是司法追杀 那让人家复制了 想象了你当年是怎么追杀陈水扁 就是因为你当年追杀陈水扁 非常成功 你知道什么叫司法追杀吗 我用另外一个这个逻辑来看嘛 他非常知道司法追杀的可能性 跟司法追杀的这个 这个刀子是多么的利呀 所以他在担心自己 最后会变成下一个陈水扁吗 那如果说因为是如此的话 我告诉你也是恰恰好啦 我才不相信那其他的那一套咧 马英九没有被 因为这次没有被羁押起来 很多人都觉得有问题啊 因为他们可以在外面串供啊 他现在难道没有空中串政的可能性吗 出来 这个时候接受报纸的访问也很奇怪 还选择一个对他比较有利的报纸 那接受报纸访问是要干嘛 将来这个进法院或说第二次第三次 再有这个相当程度的这个约谈的时候 作为防御吗 这些都是他的律师给他的这个工法 他很厉害的 黄世民案他都可以脱身 然后这个其他的这些相关的案子 特征组一个一个的把他这个检案截掉 把他保掉对不对 那他现在还这么的高姿态的强势 你身为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民 谁有你这个特权可以被地检署的检察官 约谈十四个小时半之后 有任何泄漏这个案情的情况 哪一个人可以像你这样子 在地检署的这个前面去按铃声告检察长 而这个检察长的名字 没有出现在媒体报道上 还去这个声告主任检察官 你还敢去要求这个移转管辖权 而且移转管辖权所申诉的对象 是你任命的检察总长 是你任命的高检署的主任检察长 你像话吗 用一个基本的逻辑 基本的政治判断来讲 你都是在扭曲你自己的身份 更别讲你有前中华民国总统 我觉得他这个中华民国总统 把中华民国的司法体制踩在脚下 这一点都可以把他的那个 那个什么啊 他的那个那个 那个礼遇都给他取消了咧 我就觉得立法院里面 应该有一条叫做 前任总统行为不当 他哪一件事情当了 这个整个的这个诉求 是完全经不起检验的耶 依照他过去的标准 你记不记得他特别废案 他被这个起诉的时候 当天晚上 当天下午据说 躲在办公室里面 哀嚎哭泣 大概一个下午 不选了 我的这个清白遭受这个污蔑 气昏昏啊 这个气歪歪 最后是吴敦毅去跟他说 你要出来开记者会说 你要选啊 你有本事 你就要像上一次那样子啊 我这个面对这个所有的真相 我摊开我所有的记录 你当一个主席 关于三中的买卖 你个人会没有记录吗 你如果个人的办公室里面 主席办公室 对这个买卖没有记录 那你就是非常非常的 失职的一个主席嘛 那你当时的日记是什么呢 你的办公室主任 可不可以把你那一段时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的你所有的记录 公开给大家贴在墙壁上嘛 你不要骗老百姓好不好 你以为全中华民国的国民 都是乡村余父啊 都是你的马迷啊 我要这个强烈的 这个希望我们的检调单位 或者是我们的法官 甚至于法官 不要被他这个 前中华民国总统这个身份 他在玩那种高来高去的 那个写地址游戏 你知道吗 完全就又瞧不起 他才瞧不起蔡英文呢 他最瞧不起民进党政府 他们这一帮子 我们两个人根本都不算啊 蓝营的权贵蓝血 蓝营的高级的人士 他们怎么可以被这个窃国的 这个没水准的 这个台独的民进党政府给起诉呢 用这种方式展现出来的 他的高度的优越感 高度的骄傲感呢 他完全现行啊 好吧你继续跳脱衣舞吧 跳完以后你那个大肚皮 跟你的那个已经扭曲的身材 就会出现在台湾的政治 这个舞台上面 光是到今天为止 他的表现 你们国民党人 不要对他有任何期待 他完全在害国民党 国民党所有的形象 都被他这一次的 这种这个扭曲的 这种他这个言行 光是这一次 他对岸青一点都没有回应 我告诉你啦 他为什么要找余建新 为什么要找赵沙康 因为是自己人哪 不仅要赶快卖钱哪 把钱那个收一收要选举啊 因为2008年要选总统 还有媒体要掌握在自己手上哪 你说嘛 你们自己承认嘛 你们有没有在当时 中国时报换了总编辑嘛 余建新先生 如果你是余继中先生的儿子 当然这是事实 你还是余家的当时的 中石集团的接班人 请你告诉我们 你有没有在好几个公开场合里面说 我买一下中石 交换条件 就是他们指派的总编辑 他们其中有一个是 马英九的爱将 坐在那个餐会里面 我在旁边 我亲耳听到这句话 我以前在电台还曾经开过会 还有老板 我不要讲谁啦 大家才老板说 只要马英九当选了 我们这家电台就可以 好好的经营 可以安稳的过八年 可以吧 这个 你马英九这个人 你回家拿到你的 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 这个证书 你晚上 可以对着这个证书 把良心找回来 可以吗 更别讲中华民国总统的 当选证书 我以前在电台还曾经开过会 还有老板 我不要讲谁啦 大家才老板说 只要马英九当选了 我们这家电台就可以 好好的经营 可以安稳的过八年 可以吧 这个 这个 你马英九这个人 你回家拿到你的 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 这个证书 你晚上 可以对着这个证书 把良心找回来 可以吗 更别讲中华民国总统的 当选证书 等一下再请教 请教预告啦 诶 时期 如果北俭真的要起诉马英九的话 到时候不止路径党要出来喔 他里面的起诉书里面 一定有回馈这个东西嘛 所以从禁锁关一直到今天的自由十八 他是关键的 可是相对马英九现在打的 他不是针对这个去回答 他说他没有讲这个之外 他不记得之外 他讲的都是什么 都是政治战啊 他跟你打政治追杀啊 一开始先去告你 安宁去告你北俭 要求移转这个转甲 他现在跑到台南去 跟友人一起吃饭都可以讲什么 有政绩我就被枪毙了 昨天最新的 跟雷尔报专访的时候 是什么 是检方在迫害他 制造一个有罪的氛围 那你打政治战到后来 还是回归啊 你有法律站站不住的话 不是到时候就一定被起诉了吗 我也在讲 什么一有证据就枪毙了 你有没有法律上的基本知识啊 你不是被枪毙 你是不会被起诉 然后被判刑 然后不会被枪毙可以吗 他可能是形容的 在形容他故意的嘛 对啦 就是说他的确是在做一些 政治上面的动作 他就先扣 把这件事情先自我定义 他要告诉这个社会 我的定义 他这个东西就叫做追杀 他定义北俭是不公平的 他定义这个 这些所有的动作 其实都是为了要杀他马英九 而且杀到最后他会百口莫辩 因为他周围恐怕是没有什么护卫队 所以他做了一个政治上面的 这个反制的动作 那有没有效果 我觉得是有效果 除了钟晓平 因为党中央的确是发了简讯嘛 刚刚讲 党中央的确发了简讯说 纯王齿寒 所以他叫马英九 对那所以 所有上电视的这些 蓝营的朋友们 大家会接收到这个讯息 因为纯王齿寒 所以我们必须要停马英九 那所以马英九 有没有成功做一些 政治上的召唤 看起来是 某种程度是有效果的 那刚刚后姐提到了 他之前面对 这个特别废案的时候的例子 也对也就是说 为什么同样都是他的案子 可是他的标准却差这么多 当出特别废的时候 他善良人彷徨无措 民主的黑夜 萧教狼嚎 权力的奋战 出来选总统 你现在也应该权力的奋战啊 你现在应该在法律面上面 证明你的清白啊 可是现在他看起来不是嘛 他现在就是扣了北俭一个大帽子 你们就是不公正的嘛 南俭比较公正啊 你们就是为了要追杀我嘛 如果要用扁案来比较 就是你真的不知道 什么东西叫追杀吧 人家换法官 人家做伪证 人家一字排开 一定把陈培扁 办出个结果来 那所以那个东西 讲追杀 我觉得还跟你的程度上面 实在是差太多 你这样怎么会叫做追杀 好那回到这个录音带的 假设这些录音带的那种权为真 那是不是真的是北俭 泄露出来的秘密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大家也讨论过 也并非嘛 因为录音的人 以及同案被告的律师们 恐怕也都知道这个录音带的内容 那身为一个被告或者是被告的律师 他为了要证明自身的清白 他的确是有动机释放出某些消息 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我才是那个清白的人嘛 他当然有这样的动机 所以你应扣北俭也很莫名其妙 万一到最后还真不是北俭放的消息呢 那不是很好笑吗 好那录音带的内容当中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到底有没有损及投资大众的利益吗 他如果当初按照蔡振元的讲法 有人出12亿耶 可是你不卖 你卖8点多亿 你也太好心了吧 哪有这么佛心的人 那所以这就搭配了李永然律师的谈话 被录音录到的 这是政治上的favor 不是商业上的favor 那所以如果这是一个政治上的favor的话 那请问用什么样的方式回补 用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回报你 给了他这样子的一个favor呢 所以张哲成有一个五百万的礼盒 那所以党主席的马英九 会不会有其他不知道什么礼盒 或者是选举的时候的政治性情 你们不知道这些东西才是那个重点 大家才会这个才是 这要追 这要追 这要有证据 这也还是大家合理怀疑说 那总是有favor嘛 那他从这边便宜了这么多钱 那到底用什么样其他的方式 要回报你对我的这么佛心的举动呢 那马英九说 这协议也不是我谈的 我那时候出国啦 都是双方律师谈的 可是按照逻辑来看 如果张哲成 如果汪海清以及律师们 他们每开会都得要跟党主席 报告那个进度跟你跟你说 哎这个他们要出多少架 那我们可以卖多少架 那我们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市价是多少钱 都要跟你报告的话 如果你到最后是不同意的 你当然可以说我那我不要卖嘛 那所以到最后仍然卖了的话 你如今在撇清说 那都不是我谈的 如果你不同意的话 你就不要盖章啊 到最后如果你盖了章的话 你就说你还回过头来说 都不是我决定的 你觉得这样子会有说服力吗 不可能嘛 因为如果你都没有角色 请问他们为什么要跟你开会 他们为什么要问你的意见 为什么你还会被录到 这么多的录音 所以逻辑上面的确是 前后矛盾啊 那你又叫北检公开论的 我觉得他作为一个 中华民国前总统 如今回过头来 对司法上面的指控 然后对叫北检说 不然你就公布啊 公布我对我自己的亲白有信心 这些都是对司法很大的一个伤害 你主政过八年 然后你回过头来 用一个这么毫无法律常识的方式 就是在那边回呛 我实在觉得有点不堪啊 不但是身份上面 其实有失了他作为 曾经作为国家元首的那个高度 而且也变得很 很像村夫匹夫的语言 就很像路边的 就是路上的路人甲的那种方式 我会建议蛮久 就是说如果你真心的觉得 这整件事情你都清清白白 没有任何的让利 没有任何的回馈 你卖给他也是卖得刚刚好 的话 你就应该跟特别费的时候的态度 一样嘛 民主的黑夜 我要全力打这场法律战 用法律的语言 用法律上的证据 证明自己的清白 而不是用一些政治上面的动作 叫朋友出来放话 然后来攻击北检说 我跟你讲南检比较好 北检哦 这实在是很不公正 用这样子的方式 其实都失去了你的格调